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一号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否决权使用会上发言 指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滥用否决权 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但美国代表则反指对巴勒斯坦是否符合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标准并未达成共识 而第十次联大紧急特别会议将会于十号会部举行 傅聪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否决权使用会上说 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夙愿 正式加入联合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一步 美国4月18日在安理会用否决无情地击碎了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 中方对此非常失望 主席 在巴以问题上 美国已经几十次使用否决权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 美方就已经五次行使否决 其中四次阻挡加沙停火 这次又独家阻挡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 美国顽固从自身利益和地缘政治算计出发 一再滥用否决权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傅聪说 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放弃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进攻计划 立即开放全部路路过境点 保障人道物资快速安全大规模准入 为联合国人道机构运输分发物资提供应有便利 中方支持安理会尽早再次审议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 希望各别国家不要继续为此设置障碍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表示 过早采取行动也不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 身为安理会成员 美国非有特殊责任确保行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 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 他指对于申请人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四条规定的会员标准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成员便未达成协议 另外第十次联大紧急特别会议将于10日恢复举行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一日在联大 关于美国使用否决权的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 希望紧急联大明确支持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并要求安理会重新审议此问题 根据联合国接纳新会员的规则 联合国会员国申请必须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 由安理会向联大推荐 新联大表决通过 如果安理会决定不向联大推荐 则安理会必须向联大提交一份特别报告 联大有权要求安理会重新审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